其實我們真的很等不起小孩 剛剛可以看到媽媽今天是深淚去一下的指控 那她是說 她從前年開始 寶姆的每一顆平台找來一名菜姓的寶姆 來到她家去幫忙照顧小孩 原本以為她可以安心的去上班 沒想到就是她惡夢的開始 因為這名寶姆好像是從她開始 脫育半年之後呢 就開始涉嫌跟毆達她的情況 於是呢 媽媽是每天詢問這個孩童的狀況 但孩童呢 卻不停地哭鬧 甚至孩子去收自己肚子痛 一聽到門鈴呢 就會感到自己拍拔想要把門給補助 媽媽要詢問孩子的狀況 才發現說 自己不得自己的孩子遭到保姆的毆達 於是呢 趕快通報社會局來請求幫忙 而目前的社會局也已經將這名保姆的這個 保姆執照給撤銷 而那個保姆的平台呢 也將這個保姆的名單也從 名單上剔除 目前呢 這名保姆已經不能再從事任何的保姆工作 好 接著等你關心 那群仇怎麼尋到開車撞給人家呢 這次苗栗銅鑼也不明 在一趟五十點多 突然之間衝進了一台自小客車 雖然沒有人受傷 但裡面的東西已經被撞得東倒西歪 這次男子甚至還拿刀跟警方對峙 甚至他可能去捉獲姿勢 到底背後等於知什麼 有個吳俊彤在你了解 黑色衣服男子手上拿著一把刀 凶神惡煞朝警方走過來 場面一觸即發 男子過程中飆脆化態度相當囂張 後來警方趁他不注意 對他噴辣椒水才成功將他制服待遺 而他因為不斷反抗雙手受傷出血 事件發生在苗栗銅鑼香浮行村的一部民宅 上午十點多 一部自小客車直接衝進了民宅 把屋子的落地窗和家具都撞破了 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行商貨報竟然到現場 發現這個涉嫌肇事的劉姓男子 竟然沒有一點點毀意 還拿出了刀子和警方對峙 警方出了調查 原來就因為劉姓男子和屋主的兒子 是同事關係 雙方疑似有一些糾紛沒有處理好 過去就已經常常會打電話鬧了 而這一次竟然還變本加厲 開車衝撞民宅 警方在他的物駕駛座上看到有幾隻酒瓶 懷疑他是酒後姿勢 事後也已經將人帶回 要離清人寄的事發經過 現在在您的結局讓好遇守一秒保命 來看看這個機車騎士 如果閃過的恐怖翻車 機車騎士在彎岩山路 一輛煞車才剛開過 轉彎處又有一輛 沒想到下一秒 煞車車突然失控跨越雙望線 接著九輛車九十度單步 車頭撞上電線桿朝對向車道衝過來 九號下午五點多 煞車駕駛行進新竹三峰路時 過彎失控這台車側翻 騎士眼看不對勁 機靈從車上跳下才保住行命 煞車車速度過快 彎道的地方有換過 那機車騎士當下也表示說 第一台煞車經過度時black第一台 然後速度就離山ели 他們不是看過 電影集中的佔領應叫驚險銀號 每個時間分配成全國正式環於真實電影集結 但是其實驚險銀號實在反應很快 成功解決移民 被最高的意中最新的報告 看接下來非常美人的場所人 找到了特朗賢德 正式遇見到 除了說的龍跟虎虎要有道理的老物 不然你的笑場就會跟著一名歹徒一樣 在左邊當然是巴雅娜 在右邊的是巴雅娜 在右邊的是男士 在右邊的是男士 巴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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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致命奏合格鬥連連被追手 換行美麵錯號連兩次 正月5號深夜 他在住宿附近遭遇歹徒小節 便會運用格鬥技制服歹徒 巴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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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詩 水 巴雅娜 巴雅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